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阿纯,欢迎大家收看视频,好,今天我们来玩一下机甲对决这个模式啊,哎,你看这个天上飞的这个,哇,拿拿刀砍人是吧,哎,奥特曼啊,变形金刚,好,你看他就快死了啊,还是个三星呢,还是,啊,这队友啊,这队友,好, 好,这个图叫什么,欢乐谷啊,好像也叫卖动乐园什么的,都能给对我加血吗,好像不能给他加血,呃,能给他充能吗,应该是啊,归走的旺子差不多了,哎,甭管这么多,我们就打就行了啊,我们打就行了啊,好,这是一个三星的机甲,直接怼他,他怼他,哇哇哇,哎呦,他怎么砍这么远,好,原来不是他砍的,是远处一个榴弹枪的人,他在打咱们啊,好,可以,我们可以给这个机甲充能啊,我们去找一下友方的机甲,给他充一下能, 哎,终极时刻即将到来,击杀对方机甲即获得胜利啊,哎,这个规则其实我还并不是特别的明白啊,但是没有关系,我们就负责打人,哇哇,我的臭冲过来了,我这这跑啊,没事,他这种高个子,他这个下不了这种,哎,这种这种低挖的地方,这个地形优势啊,好,这里有一个敌人,一个,我们就搞他啊,我们先把这种小兵搞了啊, 省得他们再给加能量什么的啊,这,这,这,上面啊,在上面,在这儿,哎,哎,先把他打掉,好,咱们的机甲呢,哎,我放机甲呢,哎,我放,在这儿,哎,这是,这是敌方机甲啊,他没血了,搞他啊,谁打我,谁打我,好,咱们今天用的这个枪也是很特殊啊,炼狱,这是一个,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机关枪啊,这扫射杠杠的,哎,怎么没子弹了啊,哎,一枪给你打掉, 好,哎,光头强,来给机甲充能,啾,好,只见了,哎,我的能量,从我体内,飞了出去,飞向了他的身体啊,我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啊,看我们多么,多么无私,多么伟大,是吧,哎,哎,可以,我们也可以来当机甲了,哇,相当爽,来飞起,啊,怎么飞,现在还不能飞啊,现在还不能飞,需要解锁啊,需要解锁,哇,那我们就很吃亏了,因为这个咱们是个近距离的, 啊,我们去砍他,感觉好厉害,好,这里有一个,你去砍他,在这地方零,这个行动不是很灵活呀,这,这,这,吃我,大砍刀啊,来,对着砍,对着砍,来看谁的大宝剑更厉害,好了,把他砍掉了,升级获得,呃,获得什么,突刺升级啊,现在还不会突刺,刚刚是学会飞行了啊,空格的话是飞行,F件是什么,F件是突刺好像是,看一下, F件,哎,F件是往前冲,可以的,哦,这里有一个,来,你还留弹,你看你的留弹能钢得过我的大宝剑吗,啊,别逗了,来冲刺,按到墙角里怼,叫什么,B动,啊,哎,好,他残鞋,我也是个残鞋,现在我们俩一个,难射难分啊,漂亮,直接是把他冲掉了啊,我按了一下F件,他就直接死了,这是为什么呢,这F件还有伤害吗,试一下,F件好像有伤害,好,我们直接是冲他们家里怼,这太过分了,我都觉得太过分,但是,哇,好爽啊,我的天, 一刀一个小兵,啊,一刀一个小喽喽,好,五杀,六杀,七杀,八杀,九杀,十杀,哎,我们这,爽,爽翻了啊,爽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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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的天,爽,但是我也快死了,没有反省,死前再砍两个,OK,我们是寡不敌重啊,在第一军呢,哎,我怎么打了半天了,还是最后一名啊,哎,我不服,我为什么打了半天,还是最后一名,好,我们一人机甲,这次呢,这次呢,我们不换,还要用这个,还用这个, 好,闲鱼突刺,啊,这个走的真是慢,这样怎么上去啊,好,哎呀,把这边压在家里打,哎,闲鱼突刺,直接冲到他们家里来,哎,直接冲他们家里来砍,哎,这个飞好像是需要能量的啊,这需要能量的啊,好,来,怼着砍,怼着砍,吃我闲鱼突刺, 哎呀,我天哪,我把他砍死了啊,好,把他砍死了,然后呢,被他后面的这个打掉了,我怎么老是感觉傻傻分不清,这个敌方和友方呢,我怎么感觉友军和这个敌军长的,这个机甲长的好像,好了,咱们的能量现在又开始恢复了啊,还是用这个大宝剑啊,现在四级再升一级,就是终极形态了,哎,这个,这个规则还挺什么,他还有等级啊,来,哎呦,走的好慢啊, 他怎么走过去,都人家都打完了个熊的了,好,走到家里来,先把小兵砍了,小罗罗,小罗罗啊,哎,小比伯啊,小比伯,你还想跑,不要挣扎了,哎,看这躲在枪脚里,有用吗,没有用,我跟你说,你还来自寻死路,咸鱼突刺,好,砍,砍翻他们,哎,砍翻他们,哎呀,哎呀,哎呀,这个,怎么感觉啊,感觉不太爽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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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怎么老是砍不到,啊,复活一个,我感觉不太爽了,太爽了,太爽了,哎,怎么老是砍不到,啊,复活一个, 你们就砍一个,你们就复活吧,哎,复活起来,接着砍,好了,恩义进化为终极形态,我们现在是终极形态,无敌啊,无敌,来,哎,无敌,你还躲墙,有用吗,啊,有意义吗,啊,哎呀,天哪,这个,欺负人,我感觉啊,他们打机甲肯定是不好打的,嗯,然后,咱们这个机甲啊,这个,直接就是狂收人头啊,狂收人头啊,好,任务直接成功啊,这一个砍了,你20个吧,爱地砍了20个,你看我们的这个, 这个名次也是终于来到到处第三名,我不服,啊,他这个猫子是按贡献来排的,大家可以看到,第一名虽然,第二名只杀了三个,死了四次,他又第二名,但是他贡献值高,他应该是按贡献值排的啊,好,没有上去啊,没有关系,好,我们手里拿这个链,他虽然是个机关枪,但是呢,哎,没人,没人说他点射不行,哇,这个,和我屁股啊,机甲,机甲,感觉既然是一个普通的小兵,就不要那么浪了啊,一刀就死啊,就离远一点, 啊,火力压制他,好的,直接给我跪下来,跟没有,哎,平身啊,免礼,免礼,好,他们有个机甲,咱们,其实,还是不要找机甲了,麻烦,可是,像我这么硬的,哎,等等,这不是队友,我的天,我还有这个队友,没,他也没打我,我也没有打他,好,你看,欺负这个拿剑呢,哎,欺负你,好,他上来找我了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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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,我怕你不成,哎,我怕你不成, 你来啊,你来啊,哎,搞,我的天,他吵我,好,我还有两滴血啊,我把自己摔死算了啊,我把自己摔死算了啊,摔死以后呢,重新做人,先把能量给队友啊,来,接受我的元气,啊,攒能量释放元气弹,哎,怎么不掉血,这个地图没有坠落伤害吗,好像没有坠落伤害啊,漂亮,我这个,哎,收了一个残血的人头,不错,哎,不过这个机甲模式怎么打的这么慢,打了半天了,好像才打了两回合啊, 那这个五回合的话,我估计要打很久,没看到一个小比伯过来了,小比伯,哎,在哪,看到他了,哎,还想跑,没门,他死了,他死了,我只有两滴血,可是我还活了这么久,我实在太厉害了,走,咱们可以去他们老挖收那些小冰冰去啊,可以先别管家,你看,老挖里一堆小冰冰啊,哎,有挂机的,我的天,哎,你看,收小冰冰啊,哎,打完就跑啊,打完就跑,打完就跑,换下子弹准备来下一步啊,哎,小冰冰在家里挂机是什么, 我要死了,我要死了,毕竟只有两滴血啊,好,喂,今天,今天选的这个炼狱,其实就是,就是想打机甲的,如果是打小冰冰的话,哎,选个步枪会好一些,走走走,咱们直接去他们老挖啊,他们发现他们都在家里挂机有的,哎,小明哥,好久不见,哎,又变帅了,准备给队友充能,来,给你能量,哦,我天,漂亮,这个队友这一个榴弹, 这一发榴弹,炸发三个啊,我们下一,我们下一次变,变,变机甲的时候也可以来试一下这个榴弹冰熊啊,榴弹机甲啊,榴弹机甲,还是非常厉害的,一炸炸一片啊,火力炸猛啊,我这个防弹一也过期了,防弹一也过期了,这血量明显就变脆了,哎,这个圣剧这个游戏里,这个防弹一还是很关键的,防弹一,防弹一多一条命啊,直接是,哇,我的天,哎呀,他追着我打,这个小比波追着我打,好, 好,nice,也是打出了一个时间杀,哎,我就在这边卡你们的点,你们过来一个,我扫死你们一个,哎,你,你看还远远不断上来,好了,没血了,好,我已经是杀了四十四个,然后死六次啊,但是我依然不是第一名,好,给机甲充能,哎,这不是,这不是我们的机甲,这是敌方的机甲,来,打炸他,打炸他,一丝血,一丝血,砰,哎,还想跑,好的,给队友充一下能,来, 好的,哎,他一定非常感谢啊,非常感谢我,哇,这是什么,哎,吃了一个随便高爆,吃个雷扔的,正好踩上去,好,没有关系,这一局应该是能赢了,他这个是怎么判定输赢啊,应该是,管他来了,无所谓,来,搞机甲,哎,这能量冲的夸夸的,反正把他们机甲都打炸,哎,这怎么就结束了啊, 后面奇妙就结束了,好的,我们现在场上比分也是来到了2比2,啊,由于时间的原因呢,啊,由于时间的原因,我们再打这一回合吧,啊,这一回合,本期视频就结就结束了,因为这个五回合还是有点久啊,就像那个大头英雄一样,大头英雄五回合得打半个多小时,哎,所以说咱们这一期视频呢,哎,咱们这一期视频,打一个,啊,三局五局三胜值啊,比如说咱们再打一回合就结束了,用一个机甲,应该是个残血,咱们来把它收掉啊,哎,这是个残血机甲, 哎,我怎么死的,这是,啊,这怎么死的,他这个流带啊,范围是非常的大,OK,来,队友冲,我的天哪,这,这好,好难办啊,好,死了,来,给机甲冲呢,好的, 很稳,哎,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,实在是太渺小了啊,尽量还是以保命为主啊,像这些机甲,我觉得机甲就交给机甲,就交给机甲队友来打了,哎,咱们作为人的形态呢,我们就去打人好了啊,我们就打人好了,把小兵打死了,他们就没法充能量了,哎,开着一路开扫了, 啊,直接是啊,小坦克开起来啊,装甲车啊,小坦克开起来啊,哎呦,这个压枪不压好啊,让这个子弹呢,都飘在他们头上了,哎,练狱这把枪,你只要把压枪练好,是很强的,给队友加加能量啊,来了,来了,来了,来,这个残 好,来,哎,这不是,哎,我们的机甲呢,啊,我放机甲呢,那咱们直接就到他老窝里来啊,还挂机了,还挂机了,哎呦,这个这个看到我了啊,哎,他,哎,大哥别来追,别来抓我 哎,咱们的,我放机甲去哪里了,哎,怎么全是对面的机甲,这怎么玩,哎,这肯定打不过啊, 人家,人家一榴弹就帮我们炸死了,好,我们的机甲都在后面,好吧,不要贪生怕死吧,好,飞过去,我看一看,咱们走一个小路绕到他们家吧,啊,别别去正面跟机甲刚了,刚不过,对,就走这边啊,人家绕到他们家里来,哎,看到我了,看到我了,看到我了,快跑,哎,哇,这边又来了一个人,好吧,不过咱们现在的名次也是来到了第二名啊, 按贡献榜的话是第二,但是按杀敌的话应该也是第一了,好的,那么还有一分钟啊,一会又要决战时刻,决战时刻啊,哎,这里有个保护罩,好极了,好极了,队友还能给我们提供保护罩,可以,可以,可以,好,保护罩没有了,很强势啊,这边在这机甲的很多技能,我还都不知道了,反正打的稀里糊涂打, 哎呀,右边这边这个给什么了,偷袭了,好的,终极时刻啊,决战时刻即将来临,那本期视频也就给大家带了这个啊,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玩这个模式啊,我感觉这个模式怎么讲的,有点蠢啊,我说不上什么,感觉就是挺傻缺的啊,但是玩起来还是玩很开心啊, 啊,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机甲模式,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非主流的这个模式,或者是啊,有什么就是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,都可以这个那个叫什么啊,在视频下方留言啊,我都会看的啊,你看这个机甲模式,我可能这是第二次玩啊,是第二次玩,其实我这个做视频呢,还是主要是以生化啊,爆破,然后这些为主啊,那么这些其他的这些好玩的这种比较,呃,比较这个叫什么,有趣的模式, 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呢,我们可以啊,也可以多拍一点,好了,直接是把那防护车给打爆了啊,可以了,直接压压打任务,直接胜利啊,打得他们没脾气,哎,我们是机甲呢,我们再打一回合吧,哎,我们换榴弹,哎,本来想结束的,既然我们当上机甲了,那我们再来一局啊,好的,我们现在,现在还没有解锁飞行啊,可能是这个啊,用这个榴弹啊,远程榴弹还是很强的,你就这样打就可以了啊,就这样打就可以了啊,怎么炸了半天没炸到人啊,这里有人,两个,哦,他是有延迟这个榴弹啊,这个延迟,这就不好玩了啊, 延迟,延迟的话,就要特别注意一下,来,我们飞上来,哎,蹦,蹦,哦,他这个杀敌是算手雷杀敌啊,不错不错,来,换一下子弹啊,直接冲到他们家里来,直接冲到家里来,就是这防风乱炸啊,漂亮,直接是打尿他们啊,打尿他们,靠,前面的队友,这个小明哥啊,也是直接冲进去,收人头了,蹦,蹦,这一下子他发射底下, 好了,F键保护罩已经好了,OK,用保护罩,来,保护一下自己啊,保护一下自己,来,这个大宝剑英雄快死了,来,炸他漂亮,哎,直接把他们压在家里打,全都是残鞋,哦,漂亮,哦,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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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飞起,嘿,嘿,嘿,你们不要挣扎了,弱爆了,这直接就是摁在家里打,你们有脾气吗,我就问你们有脾气吗,哎,完全没脾气,来,防护罩,哎,屏障保护,哎,我最近玩爽,先玩多了,让我突然感觉,肆意像是这个,在玩温哥, 斯顿啊,要不要先行,好,哎,屏障保护一下,好的,飞起来,飞起来啊,飞起来,我们这个,这个飞起来啊,可以,很强啊,很强,直接就是把对面打得根本出不来,碾压实啊,碾压实,哇,我已经杀了多少个了,我已经是高的赖了,高的赖了,我觉得他们不够机智,他们要是要我的话,我就会选择偷偷的出来,你看还站在这边跟我刚,你刚得过吗,啊,你刚得过吗,OK,OK,我写还有很多,来,保护罩啊, 保护一下,他们这机甲也放弃治疗了,也不出来了,也躲在里面不出来了,好了,变化为终极形态,来吧,关系这个没子弹了,别这样好吗,来飞起来飞起来,我们能量很多,可以飞起来打,在空中打,哎,我现在又想在玩发老之鹰的感觉,哈哈,我天了,哎,我这刚刚刚刚刚刚的感觉这个,来,温斯顿啊,这个,这个,这个感觉这些, 哎,这由现代的游戏都是互相吸收这个对方的优点,是吧,广泛吸收各种元素,所以说,在不同的游戏里面,你能看到其他游戏的身影,啊,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抄袭,其实啊,这已经是成为一种不可,这个,逆转的一种趋势啊,你说它是抄袭也可以,你说它是这个借鉴也是可以,反正这些东西,啊,就这样,好了,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在这里啊,可以看到打的是非常的happy,那么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,如果你喜欢阿春的视频,可以点一波关注, 然后阿春VQ468687,如果大家喜欢看什么其他的,啊,比较有意思的模式,或者是,啊,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啊,可以来在阿春的视频下方留言啊,就在这一期,就在这一期视频下方留言啊,我会,这个,看一,选择一部分看啊,当然了,我会,这个,优先看什么沙发什么的,大家发现大家都比较喜欢抢沙发什么的,好了,那么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在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